譬如有火灼 隧道裏面有一個好的抽風系統 換句話 隧道的頭和尾都有兩把很大的風扇 就是把煙向一個方向抽走 或者吹走 這樣便方便乘客疏散 和不會被煙焗傷 多長嗎? 整條隧道 4.2公里 在隧道的通風 即使乘客下降 它都是很清爽的 完全沒有危局 那種會是很滿熱的感覺 在整條隧道 我們還預留了一個鼓動站在前面 如果鼓動當時政府的假設就是 在將來鼓動會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區 就會有一個 預留了整個月台都整好了 將來就是在上面 就是那個格子就弄好了 那個框架就弄好了 就 見到的 見到的 但是 見就見不到 因為月台不是整個月台這麼闊的 都是 它用板攔開了 都是一角角角的樣子 一陣子走一陣子就看一看 過了 過了嗎? 是吧 已經過了 過了 那這裏呢 其實我們一直是爬上去的 很慢地一直向上爬上去 一上去就會出回露天駕空的路段 那這條隧道呢 這條隧道是幾深 是十 二十米 我要問一下 先問一下 二十米 二十米 是不是二十米左右 這條隧道 是 是 below below the ground level 那這裏呢 一路上去爬這個高架橋呢 就上去那個 向洛馬州進發了 那如果右手邊呢 就是那行車的 洛馬州的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的那條 行車的交匯處 還有 陸路過境的口岸 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左手邊 那就 我們的巴士 那你會見到呢 就整個那個 因為環保的要求呢 因為 這輛車在晚上行 11點到早上的7點鐘呢 這裏那個 那個噪音的管制呢 只可以去到 車的最高那個 是只有50的分配而已 就是 LEQ值 平均值 那所以就在 你見到 那條高架橋呢 兩邊都有些擋板的 在中間這個位置 也是擋噪音的 除了被乘客可以過車之外呢 譬如有輛車這裏壞了 車的話呢 對面可以被車過來 乘客可以過隔離的車的 另外已經有一個擋噪音的作用 那一看到呢 那條橋呢 就已經是 洛馬州口岸的 將來那條開通的大橋了 前面就是洛馬州的車站 和我們的這個 入境處大樓 對面呢 右手邊就是 航江對面的 國內的管制站了 那已經到了這個 洛馬州車站 那在上水過來 應該就是六分半左右 對面來說 希望在你 任何人 畢竟